荒野独居北极刑已经进行到第64天,场上只剩下三名选手。 早上10点32分,卡丽准备找些木柴,顺道检查一下陷阱的情况。 到了冬天,取水和取柴需要更多的力气,因为要在12厘米厚的雪中徒步前行,行动困难也会消耗更多卡路里。 卡丽的陷阱完全被雪埋了起来,每次下大雪之后,她都要重置陷阱,她已经很久没看到兔子的踪迹了。 上次的豪猪肉她还没有吃,因为她不确定这只不健康的豪猪会带来什么样的疾病,她没有直接放弃这些肉,而是把肉割下来晾干再处理。 卡丽没有多余的食物,她真的很想吃这只豪猪,但如果吃了这只猪就得回家,那就太不值了。 第65天凌晨12点11分,机灵把所有的杀力都搬了出去,到早上9点12分,她做好了一个新壁炉,烟终于不会再拉眼睛了,她的鼻痘有些疼,感觉像是被人打了一拳。 她想着回家之后首先得做个鼻清洁,今天的任务还是钓鱼,为了食物而奋斗。 她再次来到冰面上,意外发现了狐狸的脚印,远处的冰面上就看到了狐狸的身影,这意味着水里有鱼,是个好兆头。 经过两小时的等待,吉林不出所料收获了一条大鱼,她将鱼肉切割成好几块,一块吃一天。 第66天早上9点22分,罗兰在她的岩石屋里吃东西,菜名叫做野生牛肉松鼠蘑菇炖菜,之后她拿着弓箭外出狩猎,一只豪猪在雪地里与她对视,罗兰直接拿着木棍冲上去把豪猪敲死了。 在感恩节之前,她或许可以做一顿烤猪肉。 第67天早上5点07分,吉林刚吃完鱼,这一周她一直在做雪鞋,已经做好了框架,接下来就是编织。 因为雪越下越多,她需要一种能在深雪中工作的东西。 以前都是她跟丈夫一起编织,现在只有她一个,难免感到孤独。 如今的她是独挡一面的勇士。 第69天早上10点01分,卡丽将兔毛编织成了一件马甲穿在身上, 用兔子的脚当作扭扣,她穿着这件背心去查看陷阱。 今天没有新鲜的野兔,她能吃的东西不多了。 而豪猪肉就挂在门外,吃还是不吃是个问题。 饥饿让她妥协,她将看起来健康一点的猪肉割下来,放进锅里彻底煮烂, 一边祈祷肉没问题,一边大口进食。 第72天早上9点29分,罗兰用火在烧豪猪的毛,这样能使脂肪保持完整。 去掉所有毛的豪猪就能直接煮了。 下午5点22分,罗兰的感恩节大餐已经做好了, 豪猪肉代替了火鸡,让罗兰度过了一个美好又艳足的夜晚。 第74天早上10点24分,卡丽用豪猪的刺缝了外套, 为她这次旅行留下纪念。 到目前为止,卡丽吃下去的豪猪肥肉没让她感觉不适, 反而让她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工作。 她扛着一根原木回到银地,突然肩膀传来一阵刺痛, 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外套里豪猪刺嵌进了肉里。 她想用镊子将刺拔出,但不是很管用, 于是用小刀挑开一点皮肤,再用镊子拔出, 接着就像无事发生一样继续工作。 第75天上午11点10分, 罗兰踩着冰到海浪翻涌的岸边取水, 这桶水是用来煮雪用的。 她放在小屋里的食物被老鼠啃了, 这里住着一只老鼠是件麻烦事。 罗兰觉得她有必要去查看一下食物储藏室, 结果发现那里也被老鼠光顾过。 罗兰现在恨死老鼠了, 她偷走了罗兰所需要的脂肪, 她必须想办法做点什么保护自己的食物。 第76天早上9点55分, 机灵在准备她的早餐, 今天她还要试着再钓一条鱼。 她穿了所有的羽绒服, 但是冰面上太冷了, 她在寒风中苦等了两个小时, 没有任何收获。 要保持温暖, 她就得需要更多的食物。 她失去一条鱼, 意味着少了一周的粮食。 机灵很饿也很冷, 每当这种时候她都想要回家, 这就好像是上帝的一个信号。 晚上6点21分, 夜里寒风呼啸, 湖水开始结冰, 这是冬天踏足世界的脚步声, 提醒人们为寒冷做好准备。 冰在不断增长扩张, 罗兰一直期待着能冰掉, 她在雪和风中享受着来自荒野的音乐。 第78天早上9点38分, 卡丽今天穿上了她的驯鹿皮大衣, 然后到湖边去打些水, 湖面结了冰, 要取水必须用斧头劈开冰层。 一些开裂的冰块在水中起起落落, 像是湖水在呼吸。 回到营地的卡丽觉得脚趾尖端有点疼, 拖了鞋查看原来是脚趾尖长了一个大水泡。 水泡呈现紫色并且变硬, 这是冻伤了。 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整只脚趾会坏死。 第80天上午10点01分, 鸡灵觉得自己感冒了, 她感到孤立无援。 情感是她最挣扎的东西, 因为天气冷必须寻找食物, 但内心时刻都在恐慌, 这是人开始软弱的表现。 她很高兴自己能来到北极看到这样美丽的风景, 不过她已经准备好回家了, 她的情绪一直不够稳定, 这样下去对她没有好处。 她已经竭尽所能地挑战极限, 她依旧为自己感到骄傲, 没有留下遗憾。 在这里结束, 她还能在生活中继续前进。 第81天早上9点52分, 罗兰为自己做了一双皮手套抵御严寒, 整装待发的她要去钓鱼了。 在冰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, 冰面平滑, 威风就像刀刃挂在身上。 她虽然有很多射牛肉, 但它们又干又硬, 在北极生存, 还是得依靠肥肉提供能量。 比如豪猪那样的, 另外鱼肉也是很好的选择, 一两条新鲜的鱼可以补充它的饮食。 第82天上午11点54分, 卡丽也将希望寄托在冰调上。 她用兔毛和豪猪肾的一部分做鱼饵, 等待中, 冻伤的脚趾又开始疼了, 她要防止脚趾再次结冰, 不得不起身走动。 卡丽感觉不到大脚趾的存在, 她已经麻木了。 第一次冰掉的结果是无功而返, 天快黑了, 她肚子里没有食物, 脚趾也成了一个隐患。 第83天上午10点12分, 今天是一个崭新的世界, 罗兰开始在冰上凿冻取水, 现在每晚气温都在零下30度左右, 她时刻在预防自己感冒, 热水不可或缺。 下午1点27分, 卡丽的脚趾动伤没有好转, 稍微暖和一下, 她还得去湖边打水。 第84天早上10点21分, 卡丽在砍柴生活, 她每工作一段时间就要按摩脚趾。 第85天1点06分, 罗兰不停地伐木囤积柴火, 她已经离不开这唯一的热源。 从太阳升起, 然后沿着湖边滑行落下, 全程大概只要花4个小时, 而剩下的18个小时都会待在她的岩石屋里。 她每一天都在跟时间赛跑, 这是一场保暖的斗争。 漫长的夜晚, 一个人坐着思考熬过十几个小时, 保持温暖才能让头脑清醒, 外面的所有一切都被冻结。 罗兰不太喜欢这样的日子, 非常残酷艰难。 第86天上午10点06分, 罗兰打算用一罐浆果当作早餐, 不过这些浆果被收藏得太久, 已经开始发霉了, 于是她翻开藏了一段时间的射牛胃里的东西。 里面有射牛咀嚼过的草, 这些草是可以食用的。 胃中有不同的细菌已经将草分解, 煮一煮还是能吃, 就是有一种酸味。 这对罗兰来说是一顿营养餐。 第87天上午10点23分, 卡丽辛的一天从一只兔子开始。 切好的兔肉用好猪油煎了吃, 是她最美味的一餐。 下午1点07分, 罗兰只睡了几个小时, 醒来就要把柴火添上, 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。 火一熄灭就能直观感受到温度直线下降。 外面又开始下雪了, 罗兰找常出门取水, 到处都是白色, 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。 为了安全着想, 今天的打水任务被迫取消, 她要赶紧回庇护所, 开始准备今晚的柴火。 第88天上午10点10分, 卡丽辛把刺网放进水里捕鱼, 钓鱼的时候, 她的手指和脚趾被冻得冰凉, 直到天黑也没等到一条鱼上钩, 她的晚餐只能喝骨头汤了。 第89天上午10点39分, 卡丽昨晚整晚没睡, 一直在揉脚搓她冻伤的脚趾, 但这些都是徒劳, 她的冻伤在向指甲床下扩散。 无可奈何的卡丽打电话, 让医护队给她医治, 这就代表她已经选择了退出。 她是个精神世界十分强大的女人, 她原以为自己能忍过剩下的11天拿到冠军, 但她不想失去一只脚趾, 这是她正确的选择。 第90天下午12点28分, 这场100天北极生存挑战赛的冠军已经诞生, 还不知道这个结果的罗兰准备烤牛蹄吃, 可能烧得有点过火了, 整个蹄子变得焦黑, 但还是能吃, 天很快就暗了下来。 罗兰再次陷入漫长的黑夜, 白天起来她会到冰上凿冻取水, 顺便冰掉, 她的射牛已经所剩无几了, 鱼肉是她最后的希望。 罗兰之后也是日复一日地砍柴钓鱼, 一个人静静待着的时候会思念家人, 生活可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, 她成长的日子里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, 她一直在追求自己想做的一切。 到了第99天, 正好是圣诞节, 罗兰给自己做了一棵圣诞树, 用铁丝做一个心井放在树的顶端, 她不知道离开这里时她会变成什么样, 抛开其他不谈, 她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有感恩心的人。 第100天下午12点28分, 对罗兰来说是伟大的一天, 她在日历树上划掉第100天, 第一天在树底已经被埋在了雪里, 周围是死一般的沉默和平静。 罗兰很享受这一切, 今天的她特别想念天堂的母亲, 她做到了, 她为自己的成功欢呼。 姐姐前来迎接她, 告诉她全家都为她感到骄傲。 她这一生做过很多冒险的事, 而在北极的经历是她做过最困难的, 同时也是她伟大的荣誉勋章。 生活仍是一场漫长的比赛, 即使被现实鞭打, 她也会努力做到最好。 好了,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记得点赞, 转发哟。 大家记得点赞,